微笑小动物的八名成员我们非常熟悉 但你知道另外五个被遗忘的成员吗 他们是一组拥有独特超能力的玩具 直到现在从未被人发现 所以今天我将扮演五只被遗忘的小动物中的每一个 利用我的各种能力来克服挑战 我能够阻止邪恶的黑暗小动物吗 还是将永远被遗忘 第一天我作为被遗忘的小动物之一 聪明克劳斯出现在游乐园里 周围都是微笑小动物 我们找到了你 欢迎回来 这是一次甜蜜的团聚 这是一个邪恶的声音出现 你们已经把我忘记了吗 随着灯光变红 一个巨大的黑暗小动物出现在我们面前 你把我抛在一边 所以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受到惩罚 黑暗小动物向我冲过来 但微笑的小动物跳进来阻止它 由于它们个头太小 它们无法与黑暗力量抗衡 陷阱牛使用它的巨大力量和碾压的拳头 一个接一个地消灭它们 我的朋友们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瞌睡猫出来释放它的红色烟雾将房间填满 我们以为它最终被制服了 但陷阱牛却像没事一样冲破了烟雾 它的脚刺穿了瞌睡猫让它受了严重的伤 克劳斯你必须找到你其他失散的兄弟姐妹 这是唯一阻止陷阱牛的办法 我恐惧地看着瞌睡猫倒下 然后陷阱牛追着我 将我击倒 把我推入黑暗深渊 第二天我坠入黑暗中 幸运的是我落在了水尸里 这里有些不对劲 我窥视着水下 看到一群陷阱牛的手下向我流来 我展开爪子 开始一一击退每只鲨鱼 同时我还从嘴里发出冲击波 尽管我拥有许多能力 但鲨鱼比我更擅长游泳 我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 别放弃 这是我的兄弟欢乐大嘴游到前方支援我 利用他不可思议的水能力击退鲨鱼 直到它们全部消失在我们面前 跟我来 第三天欢乐大嘴和我回到陆地时 发现自己处于气体生产区 那里树立着一台我从未见过的机器 我一直在研究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但它使用起来有些冒险 这是一个邪恶的小丑玩具掉下来阻止我们前进 你们是谁 你们想要什么 我为陷阱牛工作 说完他用巨大的斧头试图击败我和我的兄弟 但由于我们之前的战斗已经让我们受伤 我知道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克劳斯快去操作那台机器 我跑向机器 而欢乐大嘴对小丑造成了一次重击 让他晕眩片刻 然后我们两个跳上机器打开它 机器发出电光 将欢乐大嘴和我融合成一个更强大的被遗忘的小动物 现在我拥有了五颗额外的心和欢乐大嘴的超能力 我冲上去直面小丑 利用我的心能力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它 它试图用它的斧头攻击我 但我的心力量比它强大 最终一击怪物倒下了 如果我能与其他三只被遗忘的小动物合作 也许我能对抗陷阱牛 我很高兴实验成功了 让我们找到其他人吧 就在这时警报声在整个设施中响起 陷阱牛知道我在这里我们必须离开 陷阱牛的手下涌入房间 我跳回水中逃离 第四至第五天我逃脱了护卫队 我四处张望发现自己在游乐园池塘中 正直奔向瀑布 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环顾四周看到水上方有一块机械 我释放了爪子咆哮攻击在机械上 导致一部分屋顶坍塌到我面前的水中 我利用瓦砾爬上并脱离了致命的水 很快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区域 这是一个玩偶侠跳下来 第六至第七天我受到邪恶玩偶侠的攻击 直到我的兄弟傻傻谢力跳了进来 他在我面前凝聚出一个盾牌 你没事吧 多亏了你 我没事 玩偶侠再次发动攻击 但谢力和我成功躲开 我释放我的能力对付小丑 尽管他用锋利爪子反击 但他不是我的对手 最终一击玩偶侠被打烂了 然后我跟着傻傻谢力来到另一个房间 那里等待着下一个机器 我们走近他 但在机器启动之前 一个可怕的小丑头从机器顶部落下摧毁了他 这些小丑到底怎么了 你们永远团结不起来 陷阱牛万岁 小丑冲向我们 我们拼命逃跑 第八至第九天谢力和我被陷阱牛的手下追逐穿越游乐园 他追得很快 所以我试图用水攻击来减缓他的速度 无幸的是他竟然承受得住 他太强大了 我们将会被抓住 这时我跟队友分开 然后我使用咆哮攻击 导致建筑物的一部分坍坍 瓦力从上方坠落 压倒了小丑头 但当灰尘散去时 我意识到我们被分开了 这时我们听到巨大脚步声逼近 我们时间不多了 有人来了 找到一个能量核心 带着他回游乐园 我可以恢复机器到原始状态 我接受了谢力的任务 并沿着另一条路逃避追击 第十至十二天陷阱牛的手下追上了我 当我穿过游乐园时 我转身进入一个房间 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熔岩坑边 然后我利用我的欢乐大嘴水之力 在熔岩上创造了一块黑曜式平台 我跑过去 但手下们冲上来 试图用尽一切力量将我推下悬崖 我利用我的力爪将每个敌人击腿 用我的咆哮攻击 将剩下的人推入围绕我的熔岩 这就是惹怒被遗忘的小动物的下场 我以为我赢得了这场战斗 但一个更大更强的手下进入房间面对我 手下朝我冲过来 这是一场力量的较量 我们俩都互相冲撞 试图把对手推入熔岩中 我的敌人冲了起来 把我推到了平台的外园 但我释放所有力量将具受一击击败 赢得这场战斗 然后我利用欢乐大嘴的力量 完成黑曜石桥 并安全地走出熔岩坑 在熔岩房间的另一侧 我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动力核心 它即将掉入一个无底洞 时间不多 我必须得到那个动力核心 第13至15天我跳上传送带 追赶我需要的物品 幸运的是我成功抓住了它 它赐予我五个额外的新核心的力量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没过多久我找到了一个热狗胎 正当我要拿点食物时 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救 帮帮忙 那听起来像傻蛋泄霉 我必须帮助它 等等先拿热狗 我拿起食物 赶紧往游乐园方向走去 希望我还来得及救下我的兄弟 第16至18天我回到游乐园 发现傻蛋泄霉被一个陷阱牛的手下抓走了 放了它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唯一能活下来的小动物 是我们的伟大领袖陷阱牛 这时手下拉动了旁边的杠杆 导致傻蛋泄霉的笼子底部打开 然后我毫不犹豫跳下去救我的兄弟 当我着陆时受到了大量衰落伤害 好在我幸存了下来 泄霉你没事吧 我没事 当心兄弟 这时南瓜手下从上方掉了下来 你们两个没摔死吗 那让我结束你们了 我以为我们完了 直到傻蛋泄霉利用他的盾牌力量保护我们 这家伙太强了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第19至22天傻蛋泄霉利用他的盾牌抵挡南瓜玩具骑士 而我疯狂寻找出口 我设法找到墙壁上的一个弱点 利用我的力量将其炸开 我找到了一个出口 泄霉和我通过临时出口逃跑 而南瓜手下破坏了盾牌 我们俩跑过狭窄的走了 南瓜骑士紧追不舍 但我很快注意到周围散落着一些蜘蛛网 你确定我们应该走这条路吗 蜘蛛网应该会减缓他的速度 快点泄霉 我们跳过蜘蛛网 然后敌人撞上了他们被困住 这些蜘蛛网阻止不了我 现在应该能拖住他一阵 赶紧离开这里免得他挣脱 我和傻蛋泄霉成功逃离游乐园 但我们听到后面的敌人从蜘蛛网中挣脱 你们俩逃不掉 我知道你们在周围 我们迅速藏在角落里 防止南瓜手下发现我们 他开始在区域内搜索我们的位置 在他发现我们之前 我们必须赶紧修理那台融合机器 我们悄悄溜走 朝机器走去 第23至26天 我回到了那间坏掉的机器所在的房间 我把动力核心扔给他 谢力开始工作 几分钟后机器恢复了往昔的辉煌 干得好谢力 我可不是白上了四年的工程学校 四年的什么 这时地面开始震动 追捕我们的骑士闯入房间 找到你们了 快进入机器 我和我的被遗忘的小动物兄弟进入了装置 随着他的启动我们融合在一起 我们的转变使我获得了五个额外的 新和傻蛋谢力的力量 现在让我们看看有多强 我利用我的强大力找与南瓜骑士战斗 凭借我的新的体型和力量 我占据了优势 但战斗还没有结束 骑士用他的致命镰刀对我发动攻击 但由于谢力的盾牌增加了我的防御 我毫无感觉 现在轮到我了 我利用我的咆哮攻击反击 压倒了南瓜骑士 最终一击成功击败了他 干得好克劳斯 谢谢是时候继续寻找我的其他兄弟了 然后我继续搜索 很快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游乐园的中心 调查时我不慎踩到了一个压力板 导致一个笼子围住了我 更糟糕的是陷阱牛从上方掉了下来 看起来我自己给自己设下了圈套 第27至30天我被困在笼子里 陷阱牛走近 他发出一团黑暗能量导致我产生幻觉 我曾经是一个微笑的小动物 当我开始探索黑暗的力量 有了那种力量 我们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玩具 但当我告诉其他人我的计划时 我被放逐了 他们不同意我追求知识 瞌睡猫封印了我 所以当我重新发现了你和你的兄弟时 我终于可以寻求复仇 我会确保你和所有其他小动物 为你们给我带来的痛苦付出代价 我的事业清晰了 我回到了现实 你疯了我不会让你得逞 我要和最后两个被遗忘的小动物融合阻止你 然后陷阱牛对笼子施加黑魔法 导致我的心急剧下降 我快不行了 坚持住克劳斯 好在谢力的盔甲坚固 保护我免受失去最后一点新的伤害 我鼓起勇气 用强大的猛击攻击打破了笼子的一侧 疯狂地逃跑冲向学校 第31到34天我躲在学校里 用方块拴住门不让陷阱牛跟踪我们 我必须在陷阱牛完成计划之前 找到莫莉麦克莫和杰瑞长颈鹿 我们应该分头寻找他们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同一个身体的话 这是一个好主意 我开始探索学校 进入篮球场四处寻找 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我在这里周围没有看到他们的迹象 别那么肯定 这时我看到莫莉麦克莫躲在看他后面 我兴奋地向他跑去 但他看着我吓坏了 他会找到我们的 谁会找到我们 我们要在他找到我们之前逃离 我跟在莫莉麦克莫后面 他朝着篮球场的出口跑去 我们重新进入大厅 但这时喜悦小姐出现 挡住了我们的逃跑路线 两名逃课的学生 看来我得嫌你们的处分 喜悦小姐拿出她的临时拳杖 开始挥舞猛击我 然后将我击倒 今天不是上课日让我们通过吧 只有在你们写完罚钞后 我才给你们签名 喜悦小姐再次朝我冲过来 准备用拳杖上的铅笔刺 但莫莉用她的牛奶光束将她击退 趁着喜悦小姐被短暂震慑时 我们逃离了她 第35到38天 莫莉麦克莫和我跑进了食堂 希望那个疯狂的老师找不到我们 我们需要融合才能增强实力 但下一个机器藏在托儿所的秘密区域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这时喜悦小姐发现了我们 她挥舞着武器 向莫莉和我杂取 我们成功躲过 并分开以避免被抓住 我跑到柜台后面躲藏并锁上门 这时我发现学校的午餐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午餐选择 通常学生们可以在绿色蓝色 或神秘肉之间选择 那个披萨吗 披萨只供老师享用 这所学校简直是地狱之屋 你不仅迟到了 而且还不知感激 我要给你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这时喜悦小姐用她的笑钥匙打开了门 离我弟弟远点 莫莉跑过去试图用牛奶光束打击灯女士 老师愤怒了转而追逐莫莉 喜悦小姐随后朝墙上的一个按钮跑去 按下后一个笼子围住了莫莉 不要管我 快去找到机器 我会回来救你的 然后我迅速离开 第39到42天 我在学校里寻找莫莉让我找的地图 如果在学校里藏着一张地图 她会在哪里呢 我四处寻找发现一个艺术室 墙上挂满了不同的画作 其中有一幅看起来像我需要的地图 这就是莫莉说的地图吗 我从墙上取下她 但这是一只诡异的娃娃 从其中一幅画中出现 那是我的画 你这个怪物把它还给我 所有这个房间里的画都是我的 然后她用强大的斩机攻击我 我用我被遗忘的小动物力量反送 对她造成伤害 看到我造成的伤害 我变得自行 继续进攻 但正当我以为我快要饮食 她的愤怒变得更强烈 然后那个娃娃变得更大 她飞了过来 我试图与她战斗 但她发动了毁灭性的头锤攻击 将我直接打穿地板 如果我继续与她战斗 我将成为她的猎物 第43到46天 我被附身的娃娃在学校的走廊里追逐着 离我原点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她能够在每个角落传送 我摆脱不了她 把地图给我 我需要她 我设法甩开她 跑进另一个房间 锁上门以防万一 我四处张望 发现自己在一个图书馆里 里面有一个月亮吊坠 我知道娃娃就在我后面 我别无选择 只能抓住这个项链 然后我获得了五颗星 和星的红烟能力 娃娃出现在房间里 但现在我更强大了 我用我的新能力烟雾攻击她 当她向我冲过来时 烟雾让她昏昏沉沉 然后她被我打败了 第47到50天地图 带我来到托尔索的一个秘密区域 以农场为主题 我探索这个区域 发现不同的农场动物玩具 四处漫步 还有胡萝卜和小麦在那里生长 我打赌骨仓里有机器 我试图打开骨仓的门 但门紧紧锁着 无论我怎么做门都不动 也许有别的办法 我四处寻找 这时注意到两个不同的圈 上面标着牛和猪 这给了我一个主意 我在农场里收集小麦和胡萝卜 收集足够后 我走进玩具牛和猪 这边伙计们 你们饿了吗 小麦和胡萝卜 立刻吸引了牛和猪的猪 我成功地把他们引到了他们的圈 然后我听到骨仓门传来一声咔嚓声 我走到门前轻松打开了门 是时候找到那台机器了 第51至54天 我走进了骨仓 里面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我继续深入内部 发现了一个庞大的障碍赛道 对面是滚烫的岩浆 另一边有另一扇门 通向骨仓更深处 我跳上第一个平台 开始小心地穿越岩浆 当我踏上下一个平台时 房间开始颤动 发生了什么我回头一看 发现平台开始向外喷火 时间不多了我得快点 当我接近障碍赛道的尽头时 这时一堵火墙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现在被困在火墙之间 我该怎么办 我迅速思考 然后利用我的快水牛之力 扑灭了眼睛的火焰 最后跳到了终点 然后我穿过门继续深入骨仓 第55至58天 我通过了门的另一层 找到了我在寻找的机器 不幸的是喜悦小姐 已经比我先到达那里 她把茉莉困在了笼子里 看来我终于抓住了导弹鬼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就冲了过来捶击我 我试图用我的 被遗忘的小动物力量进行反击 但与喜悦小姐的攻击相比 他们显得微弱 救我出去使用机器 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逃离喜悦小姐 站在笼子前她追了上来 我在最后一刻跳开 导致她攻击了笼子而图示我 笼子打开了 你没事吧 我现在没事了 让我们一起击败她 我和茉莉变身融合在一起 得到了五颗额外的新和全新的茉莉力量 我现在有奶牛了 我用新的奶树攻击将她击退 然后她用铅笔锤击我 但多亏了我的融合 能够承受这些打击 我开始扭转战局 最终一跃从楼梯顶端将她摔到地面上 彻底击败了她 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呼救 赶紧朝声音来源处赶去 第59-62天我来到呼救生的来源地 发现自己在游乐园的另一个部份 发现了杰瑞场景 我走进杰瑞 她看到我后 惊慌失措地告诉我 克劳斯离我原点 否则你也会被困住 我停在原地低头一看 发现杰瑞被困在一个充满蜂蜜的坑里 粘稠的像浇油 她动弹不得 别担心我有办法救你出来 我使用我的新的茉莉力量 成功冲洗掉蜂蜜 解救了我的兄弟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那真是一个黏乎乎的局面 陷阱流一直在追捕我们 我们需要结合我们的力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阻止她 这时杰瑞和我听到嗡嗡声 转身看到一只蜜蜂小兵飞向我们 那就是困住我的怪物 蜜蜂逼近我冲上去试图击中她 但她飞来飞去躲过了我的攻击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她抓住了我的兄弟 然后飞走了 第63到66天 我追逐着蜜蜂进入另一个房间 当我进入时 我并没有找到她或蜜蜂的踪迹 这时门在我身后空的关上 我试图挣扎着逃出去 但毫无用处 我想找另一个出口 但当我这样做时 地板融化成了液态蜂蜜 我要像杰瑞一样被困住 我尝试像之前一样 运用我的牛奶能力 但情况变得更糟 房间颤抖着 更多的蜂蜜从上面倾泻而下 我无路可逃 当我开始沉入蜂蜜中时 我发现房间底部有一个排水塞 没有其他选择 我游到更深处试图摧毁它 但当我靠近时 蜜蜂手下开始攻击我 将我推离排水口 我运用我震耳欲聋的咆哮能力 和牛奶光束一举消灭了这些蜜蜂 打手被摧毁后 我游回排水口摧毁了它 很快所有的蜂蜜都沉入了排水口 险些就要被困住了 我迅速跳出洞口 跑出房间继续寻找杰瑞 第67到70天 我在游乐中心的走廊里寻找杰瑞 我看到地板上散落着蜂蜜和粉红色的毛发 我沿着踪迹走到一个我还没有探索过的房间 里面有一个玩家正试图解开一个谜题 是红色然后蓝色还是蓝色然后红色 你看到一个巨大的红色蜜蜂和粉红色长颈鹿 在这附近飞来飞去吗 别伤害我 我快要解开这个谜题了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我只是想找到我的被遗忘的朋友 也许你的朋友在秘密门的另一边 我分析了他正在解开的门谜题 看起来我可以解决他 我在房间里找到所需的方块 激活他们后 解开了谜题 然后门上的灯开始变成绿色 你真的很擅长这个 我有经验 我按下最后的方块 最后一个灯亮了 完成后所有的灯都变成了绿色 门正式打开了 没有你的帮助我可能会被困在这里 谢谢希望你的朋友在这里 玩家走进秘密门 这时我听到了破镜的大脚步声 我得赶紧离开 我迅速跑进秘密门 希望能找到我的朋友 第71到74天 我躲藏在秘密房间里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机器 看起来像是用来制造玩具的 我走进机器进一步检查 绑架杰瑞的蜜蜂手下 从机器后面出现 你竟然在我的蜜蜂陷阱中幸存吗 杰瑞长颈鹿在一个 你永远找不到他的地方 既然你在这里 让我们看看你如何幸存 蜜蜂启动了机器 然后逃走 机器开始制造无数打手 新生的打手向我袭来 我使用各种攻击击退他们 尽管数量众多 但显然我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但是机器不断制造更多打手 和这些家伙战斗没有任何进展 我必须解决源头 我在袭击的打手之间奔跑 并靠近机器 用拳头摧毁了控制装置 这导致机器发生故障 它所创建的所有玩具立即被摧毁 我的机器没了 你这个傻瓜 我要消灭你 巨大的蜜蜂向我袭来 第75到76天 我与巨大的蜜蜂激烈对抗 它用刺攻击我造成毒性伤害 我试图躲避 但它太快了 打击让我的心进一步下降 我将牛奶能力对准自己 冲洗毒素并治愈自己 准备继续战斗 我们互相交换打击 我的健康恢复 我们现在势均力敌 但如果我找不到快速结束战斗的方法 这场战斗永远不会结束 接受吧 我奔向它使用我的催眠气体攻击 让蜜蜂晕眩 它被眩晕后 我利用我的力量将它彻底摧毁 它掉落了一张地图 我迅速拾起 这可能是杰瑞所在的地方 第79到82天 我抵达地图上的位置 发现陷阱由秘密基地在游乐中心的深处 它正在与手下交谈 于是我悄悄靠近听 干得好伙计们 我们终于抓住了杰瑞 但那个讨厌的被遗忘生物混合体仍然在游荡 别担心我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你是什么意思 它最想要的是重新聚集它的所有盟友 所以我们将用杰瑞长颈鹿当诱饵 当混合体前来营救它时 我们将伏击它 所有人都为陷阱由欢呼 我知道麻烦即将来临 它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凶手 我们现在就把它们干掉 它们会听到我们的 我们必须小心 是谁在那里 这时我意识到我被发现了 太好了把那个怪物抓住 在被抓住之前 我迅速逃走 第83到86天 我逃离即将到来的卫兵 它们正在追我 在我面前我看到一些彩色的方款 灵机一动 我推倒了方块 碎片减缓了它们的速度 为我争取了时间 我最终到达门口 穿过门并找到掩护 希望它们找不到我 我看向房间内部 发现我在关押杰瑞的牢房里 你来救我了 我永远不会抛下你 我全力冲向铁栅 摧毁它们 释放了我的兄弟 谢谢聪明的克劳斯 还有一个你忘了感谢的人 你不用感谢我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 冷静点伙计们 我们走吧 当我们离开房间时 我们听到破镜的巨大甲步声 不妙它们来了 跟我来我知道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躲 第87到90天 杰瑞带我去下一个机器的地方 这样我们就可以融合成 更强大的形态 杰瑞迅速关闭门 防止卫兵进入房间 然后我们进入机器打开它 很快我们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形态 获得了五个星 以及一些新的长颈鹿跺脚能力 常常被遗忘生物的愤怒 这时打手们冲破门 我利用新的能力 轻松击倒一背又一个卫兵 我跺脚振动地面 将打手击飞 借助茉莉的牛奶光束 我能够迫使打手被逼到角落 这些手下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他们被消灭后 我终于与所有被遗忘的兄弟团聚 我想我终于可以对付陷阱了 别想逃掉 这时我听到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一个幽灵般的门出现在我面前 似乎在吸引着我走进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走进来 不确定他会把我带向何方 第91到93天 我到达了门的另一边 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沉旧 带有诡异气息的房间 谁在那里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证实 阴郁狐狸的幽灵出现在我面前 不要害怕我站在你这边 我从某个地方记得你 你是谁 我是阴郁狐狸 一个像你一样微笑的生物 多年前被陷阱牛杀死 但我的灵魂从那时起就一直困在这里 太可怕了 我发誓我会为你报仇 以及他伤害过的每个人 你还缺少一个击败他的东西 我已经收集了所有其他被遗忘的生物的力量 但你还没有发掘自己的潜力 如果你让我进入你的思维 我可以帮助你达到那个境界 为了阻止陷阱牛 任何事情我都愿意 我同意让我们开始吧 在一瞬间阴郁狐狸飞入我体内 导致我的视野模糊 第94到96天 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奇怪的梦境中 阴郁狐狸站在我面前 我们在你的思维中 为了完成训练 你必须找到遍布世界的三个梦碎片 那我最好现在开始搜寻吧 我离开了阴郁狐狸 开始在土地上搜寻失落的碎片 它可能在哪里呢 我四处走动发现了一个小水石 我很快就发现了第一个碎片 它独自躺在水里 我得游过去拿这个 我运用我的鱼块力尺的力量游到水中 轻松地拿到了它 还有两个继续寻找 我发现了一个不合适的一堆岩石 我利用我被遗忘的生物力量 开始砸碎我面前的所有岩石 当尘埃落定时 下一个碎片显现出来 幸运的我已经两个了 我只剩下一个碎片要找了 直到我看到了 看起来像是阴郁狐狸的房子 我走了进去调查 第97至98天 我发现一个巨大的野兽站在我面前 那是我需要的最后一个碎片 对不起先生你能让开吗 我需要那个碎片 你在看什么野兽转身 然后它露出是阴郁狐狸本人 你得为此与我战斗 为什么要和你战斗 如果你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去对抗陷阱 那对抗我应该不成问题 我们可以换成解谜吗 我喜欢解谜 今天不行 克劳斯和我战斗 否则你将永远被困在这里 庞大的阴郁狐狸向我扑来 将我击穿他的家 回到外面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我不想伤害你这是一个梦境 克劳斯尽管使出你的绝招 阴郁狐狸继续战斗 我别无选择只能保护自己 我动用了我所有的力量 和被遗忘的生物力量 试图阻止阴郁狐狸 但它实在太强大了 它的斩击和打击对我来说太过强烈 这时我从阴郁狐狸身边跑开 去抓最后一个碎片 最终我拿到了它 我回到了现实世界 但现在我拥有了五颗额外的心 和令人惊叹的新火焰呼吸力量 这真的奏效了谢谢阴郁狐狸 你利用你的智慧取胜 我知道你能做到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去面对陷阱牛 祝你好运 第99天我回到了陷阱牛的基地 发现它设置了比以往更多的卫兵 我释放我的力量 对所有卫兵进行了攻击 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复仇 利用我与朋友融合所获得的所有力量 卫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他们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毫无抵抗之力 出来和我对抗陷阱牛 这是一个强大的陷阱牛 使者卫兵从空中落下 你不配见到老板 卫兵对我使用火球攻击和强大的力量 我用被遗忘的生物的攻击回击 它很强大 我知道我将面临一场真正的战斗 我试图使用傻里傻气的壳护盾 来尽量阻挡它的攻击 然后进行反击 它可能更强大 但我不能输 我已经走了太远 放弃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摧毁陷阱牛 当大卫兵分心时 我利用我的咆哮攻击将它击倒 然后我冲进了陷阱牛的房间 第一百天我来到了陷阱牛的基地 它站在那里等待 面对我你这个懦夫 我们要用传统的方式解决 你认为只因为你聚集了所有被遗忘的生物 你就能打案 你不是唯一一个变得更强大的人 这时陷阱牛召唤出一圈黑暗能量 让它体型变大 它向我发起攻击 我做好准备迎接激烈的战斗 它用它的新黑暗斩击攻击我 我用各种被遗忘的生物能力进行反击 它试图用脚来刺穿我 但我激活了颗护盾来保护自己 陷阱牛增加的体积使这场战斗更加艰难 但我决心获胜 你会为对阴郁狐狸做的事付出代价 我曾经也像你们一样软弱 我尽全力对抗它 但它还有最后一招 它使用了终极的猛击攻击 但多亏了我的融合 我能够承受主 轮到我反击了 为了瞌睡猫阴郁狐狸和所有微笑的生物 我用最后的强大一击将它击败 将它推下平台 落入下方的岩浆中 彻底击败了它 我们永远不会再被遗忘